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当时的东宫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 他们大多是汉林出身 而且呢年纪不大 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徐杰却敏锐的发现 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 其成员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出于好奇 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 一个叫赵石春 另一个叫唐顺之 赵石春是平良人 14岁中举 加进五年会市第一名会员 唐顺之是武进人 加进八年会市第一名会员 徐杰之所以去接近他们 主要是出于好奇 因为他发现这帮人的言谈举止 十分奇特 不同于常人 当他小心翼翼的接触对方的时候 才发现这两个人对他抱有着同样的浓厚的兴趣 赵石春和唐顺之热情的接纳了他 并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 随着了解的深入 徐杰吃惊的发现 他和这两个人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从处事原则到政治见解 竟然惊人的相似 很快他们由朋友变成了同志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 徐杰的疑心越来越大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种相似绝不是偶然的 在他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 直到有一天 他听到唐顺之说 他是王姬的弟子 这才最终解开了这个疑惑 因为很久以前 聂豹曾经对徐杰提到过这个名字 他十分清楚的记得 王姬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 他们几个来自五湖四海 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王学门人 徐杰终于明白 到底是什么 把这些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了一起 还有其他人吗 唐顺之意味深长的答道 是的 还有很多人 就这样 徐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因为他们秉持着同一个信念 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 这是一个特别的团体 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不是利益 而是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 徐杰是这个团体的后进成员 但是却很快成为了领导者 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 学习交流心得等等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因为按照辈分来算 唐顺之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嫡传弟子 而徐杰的老师聂豹 并未正式拜师 是自封的 论资排辈 怎么也轮不到徐杰 但是大家对此毫无意义 因为他们十分清楚 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杰 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徐杰就此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班底 他的这一段经历 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这并不奇怪 因为和当时为数众多的政治帮派相比 无论人力还是物力 这个组织实在是一点也不起眼 东宫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 徐杰就这样待了四年 等来了一个新的职位 嘉靖22年 他被任命为国子监纪九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行政学院校长 这里的学生呢 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能当官 虽然招生名额有限 但是只要能够混出来 职业前景还算是不错 学生们见到徐校长自然 那是毕恭毕敬 这就是徐杰在官场的第二个人脉资源 两年校长任期之后 徐杰得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工作 吏部左侍郎及人事部的副部长 科学研究证明 上至三皇五帝下到二十一世纪 远达非洲丛林十人部落 进抵家门口的老大妈居委会 无论是哪个国家 哪个朝代 人事部门都是最牛的 说提你就提你 让你滚 你就得滚 明代的吏部也是最难缠的衙门 所谓话难听脸难看 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 就敢训地方的不证使 你还不敢顶嘴 老老实实的给人家当孙子 要不爷爷不高兴 给你小子档案上写上两笔 保管你消停二十年 徐阶却是一个例外 自打他进入到吏部以后 就没有训斥过一个人 每逢有地方官要觐见 只要他有时间都亲自接待 还要谈上个十几分钟 搞得很多人是诚惶诚恐 激动不已 回去时呢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逢人就讲 兄弟我在吏部的时候 徐侍郎如何如何的待我 太够哥们意思了 不过据本人估算 按照徐阶接见来京官员的人数 估计啊 能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住 那就很不错了 鬼才记得说过些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 徐阶借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成为了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此时夏延又回到京城 占据了内阁首府的高位 延松成了机关的闲散人员 延松和他的儿子延世藩 紧锣密鼓的筹划着 重新夺回权力 延松的儿子延世藩 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物 长得也很有特点 肥头大耳瞎了一只眼睛 算是个半盲 就这副德行 走在街上都影响世荣 他曾对延松说过 夏延才高善断 貌似刚硬 却处世犹豫 优柔寡断 虽身居高位 其实并不可怕 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放眼当今天下 若论举世奇才 只有三个人而已 第一个是都察院 又签都育使杨博 第二个是锦衣卫指挥使 都督同志陆炳 第三个就是我 这三人之中 若得其二 我们就一定能够击败夏延 应该说 严世帆确实没有吹牛 他实在是一个聪明到极点的人 据说他跟人谈话 对方说上句 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 而且他看人极准 无论你是老奸巨华 还是天真烂漫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此外 他还有一门独门绝技 那就是写轻词 严松写不好轻词 虽然他很努力 但确实是写不好 后来 他找自己的儿子代笔帮助他写 结果出人意料 送上去以后 受到了家境道长的表扬 应该说呀 严松能够得宠很大程度上 要感谢这位枪手 举世奇才严世帆 之所以能够升官 完全是靠他爹 在他爹的提携下 他当上了公部左侍郎 兼上宝司少卿 这大致相当于建设部的副部长 兼机要室的主任 估计当时的朝廷里 最肥的就是这两个位置了 天天搞工程和包工头大交道 拿回扣 那是家常便饭 加上他还管机要印章 和阎老爹 那是一拍即合 儿子通报消息 老子所惠受惠 贪得不亦乐乎 在严世帆的眼里 天下虽大 却只有三人而已 杨博 陆炳和他自己 下言并不足道 那么杨博 陆炳是何许人也 我呢 先来说一说杨博 杨博是蒲州人 家境八年进士 考试成绩一般 高考后呢 分配到偏僻的地方 当县长 和同学们比起来 混得那叫一个灰头土脸 但是这位仁兄 很有几把刷子 他是个文官 却精通军事 后来不知怎么的 被当时的内阁大学士 翟鸾给看中了 调到京城 先在兵部五选司当处长 然后去了职方司 俗称最穷最忙的 那个部门当司长 事实证明 高级领导的眼光 是没错的 杨博确实是一个天才 他有着一项 极为特别的本领 过目不忘 据说 大到国家正是 小到各地地形地貌 只要他见过一次 都能熟记于心 此外 他还能说好几个地方的方言 因此 他呢 除了干好日常工作以外 还经常啊 给领导当秘书 陪同着领导出去视察 他最为光辉的经历 就发生在当秘书的日子里 有一回 翟学士奉命去寻边 就是所谓的视察国境 慰问边防官兵 这是个苦差事 当年啊 没有直升飞机 边防哨所有许多事件 在穷乡僻壤 高原地带 大学士 你也得爬山涉水过去 见到人喝杯茶 这才好走人交差 翟学士带上杨博 一同出发了 事实证明 这一举措是十分英明的 大明朝的天下 也不太光明 一路上风吹雨淋 这就不用说了 到了宿州 还竟然碰上节道的 这也真是怪事 朝廷的第二号人物 翟鸾内阁排名第二 竟然被强盗打劫 但是在那个年头 人家强盗干的 那也是本职工作 管你是啥干部 一句话 交钱 见到了这群劫匪 翟学士的随身侍卫 没有一个站出来的 翟学士本人 也是在那目瞪口呆 因为这是一帮 有政治背景的劫匪 蛮藩 所谓蛮藩 是指当地少数民族 或是不开化的人群 这帮人啊 那是靠山吃山 听说有大官到了 不但不怕贪派 穷地方也没啥好贪的 反而是奔搜相告 奔着大官大抢 小官小抢的精神 热情动员大家 去节道捡便宜 反正天高皇帝远 不抢 白不抢 当然了 他们节道也是先礼后兵的 先派人去接触 这叫要赏 就是要赏钱 给钱最好 要是要不到 咱们就回家去操家伙 当时翟学士考虑再三 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身边侍卫 却不执行他的命令 原因很简单 对方人多 真的很多 数百个人密密麻麻的 挡住了道路 这还只是打头阵的 人家还特地放了话 七大姑 八大姨的都还没到呢 吃完了饭就来 麻烦了 这么个偏僻地方 地方上的衙门也没有多少人 要调兵来救 只怕等人到了 翟学士的脑袋 已经被人家拿回去 当夜狐了 关键的时刻 面子不重要了 既然打不得 翟学士便打算开溜 这个时候 杨博站了出来 不用慌 有我在 必保大人无恙 翟轮十分好奇地看着杨博 停住了脚步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敢忽悠 什么奇迹 都是可能发生的 正所谓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忽悠不了的 杨博召起了所有的侍卫 让他们整理好衣服 拿好礼仪装备 然后威风凛凛地走出了营房 对着那群 蛮番大喝一声 赶快站好队伍 过来迎接 就这一嗓子 把那个劫匪给喊糊涂了 被劫的还敢这么嚣张 嚣张的 还在后面呢 杨博接着喊道 翟大人是内阁大学士 秦率大军先行至此 你们出来迎接 竟然只来了这么几个人 其余的人都哪去了 若还敢如此轻慢 就把你们都抓起来 什么 您一个被劫的 还嫌俺们人少 这下子搞得强盗们 也无所适从了 正在愁愁不定的时候 杨博又发话了 看在你们出来迎接的份上 还是给你们一些赏赐 下回注意 这就是传说中的又打又拉 杨博兄可谓是聪明绝顶 要知道人家强盗也讲究极力 从来不走空烫 给点钱那也是个意思 翟学士最终安全的回到了京城 杨博也因此名声大噪 下面啊 我再来讲一讲 严世帆所说的第二个奇才 锦衣为指挥使都督同知陆炳 嘉靖十八年二月的某夜 外出巡游的嘉靖 正在他的行宫中安睡 突然几缕黑烟 在阴暗的角落里生腾了起来 瞬息之间大火烧了起来 由于天黑风大 火势蔓延很快 这里是临时住宿的行宫 侍卫们在仓促之间又不熟悉方位 竟然没有找着正在睡觉的皇帝 眼看着这个火势是越来越大 很多侍卫已然放弃了希望 准备上街买白布筹备追到会了 就在这个时候 说时迟那时快 这是评书用语 借着咱们用用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一位兄弟突然举着湿淋淋的上衣 光着膀子往活海里就冲了进去 众人正瞠目结舌的发呆 这位救火队员又背着一个人冲了出来 侍卫们不禁感叹 这哥们真傻 为一年几十两银子还真敢玩命 等到看清他背上的人的时候 大家又一致感叹 这条命玩的太直了 直大了 睡梦中的家境皇帝就这样被人给背出了火海 死里逃生 等到侍卫安置好了皇帝 这位救人的英雄洗了把脸露出真面目的时候 大家才看清 他是锦衣卫南镇府司最高长官陆炳 纵观整个明代 特务组织层出不穷 锦衣卫的历史最为久远 但东厂后来居上 因为掌管东厂的是太监 虽然不幸挨了一刀 体力往往不如常人 练过葵花宝典的这些除外 却容易成为皇帝的亲信 而锦衣卫掌管指挥使身体没有明显的缺陷 自然要稍训一筹 久而久之 锦衣卫的地位越来越低 个别不争气的长官竟然会主动给东厂的太监下跪 只能无奈的扮演个配角 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陆炳 陆炳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 家里世代为官 请你注意世代这两个字 厉害就厉害在这里 这个世代到底有多久呢 你可能会说 怎么也得有个一百多年吧 一百年 那是起步价 至少六百年 这还不带打折的 据说 他家 从隋唐开始就做官 什么五代十国 大宋盟员无数人上上下下打打杀杀似乎和他家关系不大 虽然中间也曾家道中落苦过一段时间 但基本上总能混个铁饭碗 其坚韧程度 连五代时候的那位超级老油条 冯道 也是望尘莫及 到了明代 这一家子那就更不得了了 陆炳的父亲陆松 接替了祖上的职位 成了一名宫廷夷 不久之后 又被一位藩王挑中 成了贴身随从 应该说 在明代跟着藩王混 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前途 不是跟着造反被砍死 就是待在小地方闷死 可是偏偏这位藩王是个例外 谁呢 兴献王 兴献王的儿子那就是家境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陆松虽然运气不错 他的老婆运气却更好 被召入王府当了如母 为什么说运气好呢 因为他喂养的那个孩子 正是家境 陆炳当时年纪还小 又不能丢给幼儿园 于是就随着母亲进了王府 母亲给家境喂奶 他呢就在一边玩 几年以后 他依然在那玩 只是旁边多了一个朋友 陆炳先生的童年 就是这样度过的 和他一起玩的那个伙伴 后来进京成了皇帝 陆炳呢 则始终跟随在他的身边 护卫着他 简单的说 陆炳和皇帝 吃同样的奶长大 是光着屁股的朋友 这位兄弟之所以去客串 救火队员 你啊 大可排除他投机的可能性 其主要的原因在于 里面的那个人 那是他的朋友 这就是陆炳的家庭情况 祖上七八代 不是官僚就是地主 这要赶上化成分 那个年头 估计啊 得拉着游街 两三个月 俗话说 富家多败子 然而陆炳却是一个 不同寻常的人 太不寻常了 有时候你在生活中 会遇到这样一种人 什么人呢 就是人家的学习比你好 人家的体育比你强 人家家里比你富 人家长得还比你帅 好了好了 咱就不列举了 总之一句话 不比死你 也气死你 陆炳大致就属于这个类型 小伙子长得很帅 体格也好 更为特别的是 他有一种独特的走路姿势 行步泪鹤 就是走路那个姿势啊 就跟那个鹤一样 真是人才呀 只要您回家 翻翻赵忠祥的动物世界 看看那个鹤是怎么走到的 你就明白了 陆炳先生实在是太不简单了 要是换了一般的人啊 非得累死不可 有钱 有势 相貌出众 姿态优雅 有这样的条件 你想步嚣张都难 可偏偏这位兄弟 还有一个特点 特谦虚谨慎 出身显贵的鹤饼 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 对周围的人十分客气 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 更让人称奇的是 这位兄弟的官位 竟然是自己考来的 我黄庚新为您播讲 太过了 他这个星期 也是个岁 有此理解的 看 我说